世界芯片制造中心台湾 未来5年将会出现大批百万富翁 这是瑞银2024年全球财富报告 做出的最新预测 在接受调查的56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 有52个经济体的百万富翁人数将会增加 其中台湾受益于蓬勃发展的芯片产业 和富裕外国移民的增加将强势领长 百万富翁人数预计激增47% 紧随其后的将是土耳其、哈萨克斯坦 印度尼西亚和日本 百万富翁人数增幅分别为43%、37%、32%和28% 而目前富豪数量最为集中的美国 百万富翁人数的增幅将为16% 不过与绝大多数经济体富翁增加的趋势相反 英国未来5年 百万富翁的数量却将大幅下降17% 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等非英国本土的 百万富翁不断流失 以及工党当选英国执政党所带来的影响等 除英国之外 荷兰也将是百万富翁数量下降的国家 预计降幅4%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